Hello,大家好 上午的时候给大家出了一期视频 ChatGPT的注册 那由于玩这个项目的人呢 比较多,比较火 但是我们随时登录网页版还是不太方便 所以说呢 我们就想到说 把这个CatGPT通过一些API的手段 对接到我们的微信QQ 当然对接微信不是那么方便 因为微信它已经大面积的停止了 这个叫做微信网页版 就是你的微信无法登录网页版 你是不能用到这个ChatGPT的 那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个 就是把ChatGPT连接到Telegram 这样一个叫声 也就是呢 我们和这个机器人聊天 这个机器人 事实上他的后台支持就是ChatGP 也就是我们不使用网页版 也能够跟这个人工智能进行对话 好了 那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 首先呢 我们来到的这个项目是 它叫做ChatGPTelegram 这个项目没有多长时间 大约只有几天的时间 但是它的STAR已经是1600 用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同时呢 它也是一个开源的项目 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 首先呢 首先呢 我们是要下载它的代码 然后要创建机器人 修改一些配置 设置使用的人 然后执行程序 好了 我们就从头开始 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在我们的VPS上上传文件 我们首先呢 来到它的下载一面 这里边给到了几种下载的原代码 那你就需要根据自己的系统去进行下载 这里是Windows的 这两个是Linux 这两个是Micro-S 然后我使用的是Linux 但是这里边大家看它区分了MD和Arm架构的 我现在所使用的就是Arm64位的 所以呢 我就下载这个 好 它下载需要一点时间 我们连接服务器 我直接传文件吧 我把它解压之后 然后修改一个短一点的文件名 然后把这个文件夹直接上传到远端服务器的root目录 配置的话我们要回头看一下 首先我们是要创建一个机器人 那我们来到Telegram 然后 爱它一下Botfather 然后在这点击开始 创建机器人我们使用的命令是NewBot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名字 机器人的话呢 后面要有一个下滑线 然后加上Bot 这个名字也被占用了 看来这个名字可以 就是说我们在创建机器人命名的时候 首先呢是要一个名字加上下滑线Bot 然后这里给到的是API 这个API呢我们待会要用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到这里去获取我们使用者的ID 我们随便我们随便给这个UserInfoBot发一条消息 它返回的是我当前所用的TG账号的ID 我们首先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到这里 我们进入到刚刚上传的这个目录 然后我安装一下这个文件 我安装一下这个命令 稍等 我们要编辑的是这一个 第一个是Telegram ID 点击一下I进入编辑模式 然后我们把刚刚获得的我自己的ID填写到这里 那这个ID呢事实上就是使用者 就是谁有权限与这个机器人进行聊天 它这里边是支持多个使用者的 也就是你可以用逗号进行分隔 然后这个Token就是我们机器人的Token 我们复制这一长串 把它写到这里 后面这一行呢表示等待的时间 一秒钟可以 好我们直接保存它 保存以后我们要把这个文件呢 换一个名字 我们用cp命令 从命名为.env 好了这个文件呢已经从命名完成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需要做什么 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说我们远程的这个服务器是没有装浏览器的 但它后来说要启动这个浏览器 所以说我们在这 我们在这直接把这个cookie放到文件里 进入到这个目录 然后它有一个文件 我们把那个bookie直接放到这里 没有这个目录 那么我们创建一个 然后我们再cd进去 那看来这个文件肯定也不能有 我们直接复制它的文件名 然后编辑它 它的格式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大括号 那里边的内容呢 我们这里要替换一下cookie 这个cookie怎么获得呢 我们首先是要在本机上登录一下 ChatGPT 然后呢 按F12 F12 然后点击应用 这里边有个cookie 然后我们再选ChatOpenAPI 最上边一条 就是我们的这个token 然后复制的时候是从最上边 我们从最下吧 我们从最下边开始复制 完整的复制 然后填写到两个引号当中 把整个的内容复制 再把它填入到这个文件当中 粘贴就可以了 看一下格式没有问题 整个的内容呢 都是在大括号当中 我们直接保存 检查一下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来执行 执行的命令 执行的命令在这里 也就是直接执行这个文件 它停顿了一下 好了我们现在呢 与这个机器人去聊一下 这里搜索一下这个机器人 他在这儿 然后我们点击开始 嗯 我们说一声hello 现在与我们聊天的机器人 就是我们在ChatGDP里 与我们对话的这个语言模型 那据说这个ChatGDP 它可以直接写出一个带界面的程序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